哈囉各位觀眾朋友以及我們四季四所有玩家 大家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個預錄的玩家投稿 我們今天呢時間是2024年1月22號 也就是昨天剛播完這個我們的 台灣 主辦的一個賽事生物杯2戰隊聯賽 那麼今天呢趕快加工 幫我們把影川的這個玩家投稿呢 趕快把它錄起來 那這個相信 其實我有點Delay太久啦 那這個 最近事情比較多加上自己還要時間 練習 大部分還是被 抓去陪兒子玩了 被抓去玩團戰喔這個是 其實我也是蠻想說自己可以 有時間可以慢慢練習 但是我覺得總是很多時候總是人算不能添算 很多時候總是想要自己做點事情 但是就是沒辦法 這個 我也不知道啦 大概生活就是這樣啦 不可能盡如人意 OK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影川投稿 目前對面這邊好像是影川的這個敵對勢力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喔 7788是不是 好啦 賣工美商7788啦 這個是不是有看檳榔城的這個 YT是不是 看人家 這個檳榔城 大哥的節目 這邊選擇的是我們的阿玉布 左側這裡是無關是非喔 這邊是什麼 城鎮 這個選擇是珠希 選擇是珠希 然後我們緊接著看到對方這裡 我們影川的這個隊友 LKS04選擇的是龍騎士團 一開始選擇的是赤果 那他是先拿獨輪推車嗎 看起來不是喔 這邊走了一個非正規的方式喔 一村挖金還可以接受 但是一開始如果不是吃這個 這個我們的可口小綿羊阿 那反而拿去吃果我覺得 效率還是會有差 雖然說龍騎 龍騎在吃這個 應該說 龍騎士團的村民攜帶量是比較高阿 但是 我在想一般是 開場是不會這樣 但我覺得他開場想要這樣 我倒不如建議他直接去左邊開這個路去 右邊這邊是我們的 這個 這個主席我們投稿方影川 這裡是選擇下在 TC旁邊的這個 墨房 這個這個的話會比較安全 那其實如果 一般下這裡好像現在目前就是你容易被針對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畢竟是文明的一個關係 文明的一個關係 看一下 探圖的部分 這個龍騎士團這邊其實是撈了不少羊 相對於對方不知道雙方誰羊撈比較多 那地圖的話呢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就是 羊的部分呢 撈越多回家越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對方 珠奇這邊 是 看他們的開法是這樣 一樣是在裹開 其實對方 也沒有 龍騎 龍騎也沒有打一個黑槍 其實對方可能會比較怕 珠奇這邊會比較怕龍騎的黑槍 那他反而比較應該在陳重音下面去 開所謂一個墨房 我們看一下 阿伊布這邊是選擇點文化偏電 直接上封建 我讓他這樣就失去了 這個S 這個援軍的部分的一個壓力 那他這邊是馬上點下的馬就 那我覺得對方的 阿伊布這樣打 可能 不太有什麼大效果 那這樣子一開始 影川他這樣子 蓋在TC旁邊 大概會是 比較偏向 可能怕 那 沙漠六奴者轉 弓的部分 來射他 那其實這一個的話 比較好應該是可以選擇蓋在TC 或是靠近樹這一側 那因為 正面這邊大概是 這兩 這一側跟這一側可能是 這個 銀戰方 那 在銀戰 就是 屬於 戰鬥面啦 就是那一面 是會 會打架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影川這裡是 怎麼拉那麼多人來 挖黃金是怎麼回事 看起來是要解送 好像有一點 來不及 是不是 反而用這樣一次挖完的方式 用一次挖完的方式嗎 然後 來這裡 蓋一個 石頭 是用這個方式是不是 挖一輪 挖一輪 然後放進去 剛好 然後再點個一隻去解 草帶嗎 江蘭塔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江蘭塔 等一下會不會選擇解出來 目前沒有看到 目前沒有看到 我們看一下 龍騎士團這裡選擇的是 雅森教堂 不是 我們的這個 邁英維克宮殿 好 沙木掠奪者這邊有出來 第一家的 那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龍騎就變成前騎 所以 我在猜他是可能比較喜歡當農夫型的 比較喜歡當農夫型 農夫型玩家 前面也在我們的黃金樹這邊也立了個塔 不過這麼多人 吃這個東西 那 這樣子的狀況下 你沒有 你沒有單位其實不好用 而且你又選擇 產這個 鍍金騎手 其實這個單位 鍍金騎手是被這個單位克制 那所以我就覺得 龍騎這邊可能是要 來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吧 這個單位 你選擇用 馬舅來抓他 他轉進站跟你互砍 其實是 不一定會輸的 如果對方是已經累積到兩隻的狀況下 好 兩隻 剛講完兩隻兩隻就回來 你這個村民都沒辦法做事了 這村民現在短期都沒辦法做事 你這個鍍金騎手還是到最後你還是要上 好現在鍍金騎手反正去追了兩隻 沙漠六羅者 這個時候這個被克的方 被克的這個馬去追 人家 然後再來是這邊這個問題啊 又來了 一開始模仿應該就是下這 這個就是 我覺得可能 在 細部的地方 可能還要再修改一下 加上很多村民都死了 很多村民 要不是龍騎應該是死了 因為龍騎這邊村民是比較多 不是很多村民都死了 不好意思 跟正一下 好我們看到豬西這邊是 下下了一個射箭場 加一個 軍營 這邊是打算打一個 槍弓的組合 而且這邊鐵匠布也已經下下去了 好一隻 沙漠六羅者 被鍍金騎手打完 這個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跑 他應該選擇 用沙漠六羅者 改為 近戰的方式 然後去 對他 做反制 那 這樣子跑 好像 異異有點怪怪 而且隊友這直接走過去了 裝沒有這回事是不是 有有有有有 隊友發現了 這是帶兩隻槍兵 順便威脅一下 這隻鍍金洗手 鍍金洗手只能夾著尾巴繞袍 這邊只能 乖乖的摸著鼻子回家 這裡 其實我還是比較建議 就是 一個軍營 還是要下一下 那這邊是改下射箭場 也可以 如果是要打小弓 要對付對方的這個 諸葛弩的話 也沒有不行 也沒有不行 改一個 肉 打一個馬弓是吧 好我們看一下 阿綠布這裡是 也是下下鐵匠布 而且下下雙馬臼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尹川這裡是 已經下雙TC 不過應該是要盡快出來 幫一下隊友 江南塔這邊也下 江南塔好像是為了先把 應該是說江南塔 應該要解完啦 不然你TC的話 240目是沒辦法 打到這個要求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補TC的過程中 江南塔那邊可能要先補完 不過這個珠希 好像 尹川這裡有點貪啦 貪到前面來尾啦 那個好像 這個 不知道 感覺尾不危險 不過對方好像是 兩家要同時 打一下 龍騎士團的部分 然後這邊 對方好像也有一隻 赤猴在 前線的部分 我覺得阿倫布這邊 有幾個重點 我不知道有沒有抓到 就是 阿倫布其實留那麼多木頭 也沒有太大的用處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阿倫布 不需要 封建時代去點這個文化 那這個也蠻奇怪 然後再來是軍事偏電 他這邊是選擇 這個X是拿下去之後 基本上他是 直接進時代3之後呢 他會 直接送你 第二級 第二階的所有的 這個 我們鐵漢布裡面 所有的東西 但是前提是你 第1點要全部點完 那這樣子的打法就是 第一個你要先打過一波封建 那第二個是你這樣打的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 如果你 你真的是要這樣打 你打不如第1集 你封建就先拿這個 然後你城堡再拿 文化 是不是 這樣子打阿倫布的威力 我感覺是出來 而且我們看一下 對方珠希這邊是 直接 組了一台衝撞車 直接送他臉上 直接開撞 不知道這個 隊友會不會記得 點一下這個 我們的 緊急修復 這邊槍弓目前 初步是成型 不過他這邊 點了那麼多肉 完全沒有辦法進身 所以這邊肉 只能進駐我們城堂中心 射箭廠下了 但是射箭廠這邊 好像也沒東西 其實這就告訴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面對一些 具有進攻能力的 這個 封建時期的文明 你最好不要把你的這個 軍事建築一開始蓋這麼外面 這個已經蓋到太外面 你要嘛就是蓋在你 TC的正前方這邊 你蓋他外面這邊是完全守不到 加上你TC射程範圍裡面完全沒有辦法 加上你這些肉馬你也完全 雖然是鍍金 但是在這一波交戰當中 直接是戰鬆掉了 那其實在這一個 左方的 戰士戰線裡面大概是一對一的對局 因為對方阿玉布這邊 看起來完全完全目前 暫時沒有功能 目前是一對一的對局 那右側這邊大概 尹川這邊還沒有過來救嗎 這邊看起來是有 但是好像花有一點多的時間 在唯一這個石牆跟木牆 這邊是直接上了廬山學院 這邊是直接上城堡時代 10分鐘 直接直城 雙TC 解送直城 那這個 好像有點危險 感覺是可以少量出一些諸葛弩 壓到這個對方家 然後 然後再 再上城一波 目前是打一個 馬弓 一樣是打一個馬弓 三馬就有雙射箭場 而且是雙鐵匠布 鐵匠布的話感覺 是不需要到 兩個 感覺這個 官員監督一下就好了 中國 變體體系的文明 感覺是不太需要到兩個 就是 官員可能花個兩分鐘站在這邊 讓他稍微 監督一下 那基本上效果應該還不錯 不過對方的珠希看起來是要往使命推 這邊是主下了 另外再點下兩台衝車 然後後面這邊 我們看一下 後方有 阿玉布的這個起手喔 這個七七八八的起手啊 這個 這個5566是不是 這個改天取個5566 這邊的起手幫忙 不過這邊感覺又馬上在 另一隻 劍塔 阿玉布這邊是點下了蠻多馬就 而且 繞在市集中間 這個是 有特殊加成嗎 還是 怎麼回事 這個 這個 SPECIAL的蓋法 真的很SPECIAL 這個是有什麼資源是 需要阿玉布去調整是不是 而且阿玉布這麼多人在挖金 請問一下 你都已經送鐵匠布支援了 這麼多人挖金的目的是 額 我不知道這個阿玉布好像是 有點把自己的玩慘了是不是 這個 請問一下 我不太懂阿玉布的這個打法是什麼 而且阿玉布這邊是 選擇來最左側的同盟國這裡來 吃果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尹川珠希的肉馬 這邊貼了上來 然後 同時還有阿玉布的 金馬 金馬駱駝 看起來不行啊 我覺得還是要適當的混一下槍兵 雙方好像都沒有人混槍兵 很明顯阿玉布就是打一個 純四隻腳的部分 然後 他的 朱希的部分呢算是就是打步兵啦 步兵線 槍弓啦 等於是三 這個兩個組合是打出了三色兵 那這樣子的狀態我覺得可能就是 這邊又點擊馬 是不是不太對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是 我們的 諸葛弩魂弩兵 那這樣子的話應該還是比較理想的搭配應該還是 一般會是兩射箭長配一個馬就 或是三射箭長配一個馬就 兩射箭配一個馬就是差不多 那這樣子你一般是四射箭 或是 或是裝甲 我覺得反倒可以打一個 金色胸甲 不過他一開始就不是點這個東西 不是點邁運維克 這個導致前面這邊 好像 也沒辦法 然後想要補出 小弓 他也補不出來 這個絕大度的重點就是 他有沒有拿輪走 有拿 一級目呢 一級目有沒有拿 沒有拿 那這個 我覺得大概原因出在哪裡 如果 龍騎士團 一開始如果是要點小弓 其實也是可以點不少 不少 記得就是輪走加 一級目要點 看一下龍騎士團這裡看起來是要遭殃了 這邊會不會記得點一下 我們的緊急修復 剛剛看到前面那兩個軍營好像也沒有點 也忘記點 忘記自己有一個這個 功能存在 他的村民叫起來修 哇這個 他是不是會錯意啦 龍騎士團 你怎麼會現在先修 修這個城中心呢 這個是 大概在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的村民是可以拿來燒啦 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其實是可以用緊急修復的狀態 可是現在一個問題是 龍騎士團這邊村民是往右側這邊稍微側 那 隊友這邊好像是 稍微有點太濃喔 現在的狀況是 尹川這裡是下下了 終於補下了 軍營的部分喔 我們看一下這邊也補下了兩個 古差 艾布家裡第一個金是挖完了 那應該感覺應該是會往中間還是左右兩側去找二礦的部分喔 那我們看一下家裡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是 龍騎士團有點被毒根掉了喔 對方的 那個 諸葛弩 對方朱西加 對方兩個文明 那也順利上升 在龍騎士團這裡 現在目前是 還卡在史萊2 這朱西這樣怪怪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阿里夫的村民 這樣子 算合理嗎 他是為了出馬 馬舅全部出金 金駱駝吧 我是覺得應該是為了全力出金駱駝 但是這樣子的配比好像有點怪 他是這邊是高達幾吋 高達23吋 但是他的 肉量好像跟不太上 肉量好像跟不太上 這邊就 17吋的感覺 要到20幾吋的肉 好我們看一下 正中間這邊 現在是來到了 一扛二的狀態喔 現在是後方 直接繞出一坨阿里布的 金馬喔 沒有辦法 這邊皇宮衛兵也沒辦法抵擋 這邊看起來 好像要補到 少量的槍兵 或者是 要選擇有弩兵 扛 扛一下正面 不過這邊有 好像有弩兵出來 不過弩兵好像在射衝車 這邊好像有一點聚焦錯誤的地方 現在對方是夾著尾巴繞袍 夾著尾巴繞袍 現在的衝車應該有沒有機會收掉 看起來應該是有機會收掉 現在諸葛弩不斷的湧過來 對方還是在老練諸葛弩 諸葛弩在射中甲是沒有加成 結果生了一隊諸葛弩來射 在隱川這裡的重裝 重裝的步兵剛好又被馬克 現在這邊就是又一個重點 雙方在克制兵種上的出法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是 魯兵可能要多點一點 現在諸葛弩這邊是非常的大量喔 小隊現在是來到 將近20隻的狀態 這邊前面趕快加蓋一個大型的城堡 這邊 可不可以利用善用這個 中國體系的這個什麼 建造加速 不過對方應該是看得到 竟然沒有反過來阻止這個對面在壓寶的一個狀況 因為現在只有一隻金鱷駝過來 看起來是應該來不及阻止 好現在的三台衝上車這邊又要過來了 我現在看起來好像我們的 龍集團在後面 這個狗眼殘喘的部分 好現在有成功把我們的這個城堡地起來但是這邊持續出馬好像有點錯誤啊這個 金鱷駝好像 我先講一下喔這個一般金鱷駝在 他比較沒有恫那個 馬的那個功能 是我記得是只有 沙漠律羅哲所以他在金鱷駝這邊介紹他是只有純 類似純騎士 這種介紹 就是他沒有恫的功能 我記得是沒有 這個會導致就是 你的這個 我看一下喔 你們當然看一下喔 受槍長安兵跟弩兵反制 所以有沒有這個其實他是他就是等 等於同一個金馬吧 我看一下喔 讓敵方騎兵造成 喔有有有他有恫恫功能他在這邊我剛沒有看到我以為是他會寫在這個 我以為他寫在這個上面喔所以跟著一下不好意思 那其實我覺得 剛剛有一個問題啦就是 駱駝那邊的單位其實是反制騎兵這邊就 我覺得如果要出的話你可能要選擇去跑一下後排的村 可能要走一個雙線然後現在我們看一下兩邊 阿倫布加我們的這個珠希喔這邊是直接出來搶中間金礦的部分喔 整個中央的自控制控權都被拿到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阿倫布 這邊應該是要趕快去拿一下遺跡的部分喔清真寺這邊是下了 我現在目前看起來是開始準備拿遺跡 然後應該要想辦法戰勝地然後並且補一波我們的經濟而且阿倫布這邊是我感覺他是一直持續在斷村的完全忘記自己村民是 有沒有在生產喔 剛剛斷村也不知道斷多久現在是 來到了63村 這邊有 我們來看一下珠希這裡的部分 珠希這裡的部分 珠希這裡的部分是來到了 54村喔他斷的更嚴重 珠希斷的更嚴重 我們看一下尹川的村民宿是來到89村 雙T789好像有一點偏少 經濟 龍騎士團現在已經死到生23村 我們少林寺這邊下下去現在是選擇性解援巢 好我這邊剛剛沒有沒有看到不好意思喔跟大家跟著一下 我會一直想說以為是阿倫布那個 那個什麼 才有克制的 這個駱駝 這種金馬駱駝也是有 那現在一個狀況就是可能還是要 要轉大量的弩兵 然後 長槍 裝部裡面 變成要混一些長槍 你才有辦法打得動前面這些馬 這些駱駝 否則的話這樣子是很難處理 那金駱駝其實我覺得還是一個蠻不錯的單位 還是一個蠻不錯的單位 這個基本上可以瘋掉對方了嗎 對方看到你的這個金駱駝基本上還是要跑 而且我們看一下尹川這裡是直接把後方的這個 木牆全部都開尾大開尾起來 那原石舊有的基地這邊是沒有辦法用了 那中間這邊大概圖控感覺等一下會被完全搶完了 然後對方也已經順利拿出了這個 巨型頭石機來了 巨頭來了 尹川這邊也出來了不過對方已經有 試探到他的 好像已經有看到了 這邊是要準備上來一波嗎 好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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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拉走村民沒有拉走 好我們看一下看一下這個馬應該有這個馬的攻擊力都還是減掉了 然後後方這裡是有我們的 駱駝然後面有大量的弩兵 不過看起來裡面還有混一些重型裝甲 中海步兵王公衛兵看起來應該是還可以擋一下 然後宇川在這個時候也上了時代4 哇這個中國體系的這個 我們的古倉我這邊完全鋪起來之後竟然可以直接 直上時代4 我們看一下龍騎團這裡的 這個鍍金藏兵 鍍金藏兵 龍騎這裡是選擇下雙TC去 護園 就是趕快讓自己復國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還要一些時間 現在是時代4的部分 那時代4的話這樣會感覺會導致 對方可能也跟得上時代4 不過對方現在2000多金 兩家要2000多金 現在是有點爆金的狀況 那在漏量的部分 現在感覺對方的 阿玉布是全力出來吃野 就是 反正地圖都塌了 就大大大去吃了 阿玉布這邊也沒有考慮補個 其他的東西阿玉布沒有 這邊是全力在漏盡的部分 阿玉布這邊是來到了幾村 這邊是一樣的69村 阿玉布這邊感覺 剛剛六十幾村現在69村 感覺還是斷村蠻嚴重的 現在是 對方把巨頭 壓到臉上來 我們影川這邊好像缺少木頭 肉非常多但是 這邊可能要做一下支援調備 可能要選擇性蓋個4級 然後再來是 科技的部分 應該是鋼點 可能還有蠻多東西 不過我覺得木的部分 應該是 中國應該是不太會缺木 不是蓋太多的軍事建築 但是 產能利用率沒有那麼高 我們看一下這個 城堡的部分可能要找村民來修 順便踩一下石頭 然後這個城堡可能要頂住一下 這邊是打算硬衝一波嗎 黃金的部分感覺 頂川這邊好像有點受制 圖控現在變別人了 真一塊也沒辦法踩 然後這邊是趕快再加蓋一個城堡在這裡 然後趕快 搶一波黃金 不過對方這邊看起來是應該 有機會被繞到才是 我們的龍七團也進入了城堡塞山 我們的阿育部也直接吃到 阿對方阿育部也直接吃到 隊友家這邊來 然後 這邊的點也沒有抓到 我們看一下對方是把兵留愛著 但是好像沒有進一步的作為 雙方兵力加起來 怎麼感覺好像 抵不過一家豬西的感覺 不過這邊這個城堡好像也還沒修好 開始有閒置村民了 像這個效率就已經比較差 這邊還有個鹿泉 不過豬不能吃也沒辦法 然後 我們後面這邊是 等一下應該 兩家 應該考慮 七七八八這裡感覺 資源也沒有全壓乾 這邊是不是考慮上一個時代史 在等待 可能是要拿哪一個 我們是拿 經濟片店嗎 還是拿貿易 不過他點4級 感覺拿貿易的成分好像比較高一點 無關是非 我們的 對方家的豬西這邊是選擇 上一波時代史 然後 我們的影川接收到這個訊息 馬上往前打一波 但是他現在的兵種很多都不是金兵 現在只有皇宮衛兵是金兵 然後還有 諸葛努也是金兵 那弩兵這裡 沒有這邊還有生出一些子彈兵 現在選擇要打一波時代差 而且火箭也上來了 這邊點燃出現 然後頂著 自己的城堡 對方的 軍隊全部 一瞬間 全部被洗完 打一個時代差 哇 裡面還有龍騎士環的長兵 不過龍騎士環的長兵 沒有辦法跟這些 諸葛努抵抗 現在是直接一波兵 直接要把對方帶掉 現在是直接往前不斷的一直壓進 這個能不能成就剩這一波啦 對方的無關是非 這邊等到他生進兵也是非常痛苦 這邊是直接皇宮衛兵不斷的往前塞 這邊是應該有沒有機會 直接 把對方口氣壓回家 甚至把對方的 這個也給點了齁 是不是先把阿布收掉 還是先收掉我們的豬心 這邊是直接壓到對方近況來了 看起來 對方好像有輕微在甩 不過這皇宮衛兵是緊貼的不放 這邊是會不會直接 砍向村民來 直接開砍 衝撞車這時候有發揮的餘地 可能考慮可以把這些前置全部衝掉 我們看一下 阿布這裡 也沒有把 當了資源上 帝王 而且全部考慮把他花掉 全部考慮把他花掉 然後我們看一下 龍西團在後面也已經復甦了 然後雙方應該是已經都是 這邊沒有辦法 金銳金銳 雙方都金銳了嗎 雙方都金銳了嗎 沒有 還在老練 金銳弩兵 金銳弩兵 對方選擇點金銳弩兵 而不是諸葛弩 對方現在 好像還沒有火箭 那我們的 影竄這邊是火箭的部分 對方影竄是優先要把 對方的珠希換掉 然後反而 不害怕 這個 我們的 閒置村民這麼大量 天啊 這個 突然不知道怎麼應對了 這個7788 這裡的應對方是也蠻奇怪的 無關是非 這裡 對方的珠希 直接投降 直接一波被壓回家 什麼都沒有 而且這裡也沒有下股倉 這裡是什麼都沒 對方珠希 好像是也沒有 選擇性解送 打一波 諸葛弩 好但是這樣是 看起來是 直接喊下的一波 GG 好那也非常的 精彩也非常的精彩 然後 其實現在的天梯大概就是 怎麼講啊 就大家去多玩吧 然後 今年的這個 今年的台灣比賽 感覺 本來是 世紀四好像 稍微有點悲觀 不過看起來好像 亞洲杯也要辦 1GC的 經濟經典賽2也要辦 所以感覺好像還好 那 好像就不用 急著在 我這邊好像 可以慢慢 規劃 不用再跟 比較大台的部分 先 重疊 重 這個 活動時間 好那今天也蠻感謝 影川這邊的投稿 那我們也把這個 我們影川的投稿 順利的這個 錄完 感謝影川也帶來的一場這個2v2的這個 天梯 團戰的一個 算是比賽場次 恭喜你那個拿到分數了 感謝感謝 那最後不要忘了就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以及觀眾們幫忙推播訂閱按一下讚 我們這邊是純作司機帝國第4代 純作4代RTS的一個YT台 後面會不會導入新的不知道 但是司機帝國手錄出來肯定是會做一番 會做一波 我們感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玩家口腦再見囉 我們今天到這邊 告一段落 祝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